PS5独占了4年的游戏 对马岛之魂终于上PC了 5月16号上线Steam和iPIC平台 游戏容量75GB PC版支持PS5手柄和自适用扳机 支持超宽比例的屏幕 还支持很多响卡的新技术 比如大力水手3和防晒乳3 以及Intel的XESS 那么问题来了 对马岛之魂的PC版 需要什么样的响卡呢 游戏介绍里写了 最低是GTX960响卡 推荐RTX2060响卡 我估计有同学就会说了 你看PS5和RTX2060接近 真的是这样吗 你要是这么想那就太天真了 请看这张图 GTX960响卡是这款游戏的下限 可以玩对马岛之魂的720P分辨率 最低画质的30帧 游戏介绍里推荐的RTX2060响卡 可以玩1080P分辨率的中画质的60帧 如果想要非常高画质的4K分辨率的60帧 至少RTX4080起步 我觉得这档才对得起这75G硬盘的容量 如果一个游戏720P30帧 而且是最低画质 我总感觉它和75G的容量非常不匹配 好 还有一个 2K分辨率60帧高特效 需要RTX3070显卡 各位发现没有 这一档和PS5的表现力是差不多了 经常有同学问 PS5相当于什么级别的显卡 现在我可以用对马岛之魂解释一下了 这算是索尼第一放的游戏 在PS5上优化的非常出色 画面唯美 每一帧都是壁纸 而且帧率很足很稳 我如果说PS5版本的对马岛之魂是4K60帧 估计有些同学不认 那咱们就说它是2K60的高特效 这总没有意义了吧 同一款游戏官方移植 相同的帧率 相同的特效 2K60帧高特效 对应的显卡是RTX3070 或者是RX6800显卡 再或者类似的性能还有4060Ti 目前这三张显卡的价格都是3000多块钱 但是目前PS5 Slim光驱版也就3000多 好巧 所以装一台电脑 如果要达到PS5游戏的那样的效果 也就是2K60高特效 需要一张和PS5本体差不多价格的显卡 那么问题来了 对马岛之魂进PS2档会员库这么久了 还有没玩的吗 如果没玩赶紧玩吧 挺不错的